我们今年在康熙乡 一共种了4000亩色素辣椒 以往都是用人工移栽的方式 今年我们开始机械播种 机械栽苗 这个机械栽苗呢 比人工播种效率高 能保证这个栽苗的间距 康熙和深浅度都能得到一致 所以说它的成活率也比较高 康熙乡坚持产业引领 围绕全县一厢一品产业布局 大力发展色素辣椒等特色种植产业 当地群众抢抓时令 全面开展色素辣椒种植 已经在翻耕整地 开钩挖商 窝种栽养等缓解实现 95%机械化工作 目前全乡四千余亩色素辣椒 即将定制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